第一个地方,输出合格不合格,我如果今天希望再加上绿色跟红色,这个地方怎么做,OK 那绿色跟红色部分的话,如果我要加的话,特别注意,这边我可以在这个这两个按钮 如果用公式来做,这个地方要把它变更颜色,基本上是很困难的,所以如果输出公式,变颜色很麻烦 所以我们用第二个,这个,乘积的,就是不是丢公式的,那怎么做,基本上这个地方底下,在输出合格跟不合格的下方,只要再多一个叙述就可以 就是这个是输出,它的合格两个字,底下的话就设定它的格式,设定格式特别是非常简单 这个是它的储存格,所以把这个储存格,这个复制下来,然后点什么,它底下的字的颜色 字颜色的话呢,就是叫Fone,点Color就可以了 Fone的话就字型嘛,Fone的Color,也就是这个储存格的字的颜色,等于什么呢 换个颜色,合格我要绿色,那特别注意,如果在VBA里面,设定颜色要记得一个函数叫RGB 它有点像一个调色盘啊,R的话就是什么,红色,G就绿色,B就是蓝色,RGB三原色 那你只要给它什么呢,前刮5,跟它讲说,调色盘嘛,红色,那我要输出的是什么呢 合格是绿色,所以有没有红色的调色,没有,0,斗点 它会跳,那你绿色要调多少呢,最大是255,最小是0 所以我要把绿色调最大,255,斗点 然后有没有蓝色,没有,所以再打个0,后刮5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帮我输出什么 输出那个合格的时候,顺便帮我加一个绿色 所以我可以怎么办,直接这边输出完之后 加这一行哦,看一下效果哦,直接执行给各位看 然后发现,合格就马上变成绿色的 那这个不合格怎么办,是也一样啊 所以Enter一下哦,比较聪明的办法是什么 把这个哦,复制到底下就好了 然后改一个颜色,改哪个颜色呢 不合格要红色吧,我讲过哦,RGB对不对哦 红就是这个,那又要红色啦,所以把红色调到最大,255 最小就0,所以没有绿色 诶,这样就OK了,也就是说其实把255这两个颠倒嘛 OK,这个是绿色哦,这个是蓝色,这个是红色,这个是红色,OK,执行一下 诶,这样就OK了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哦,VBA如果再加颜色哦,应该蛮简单的吧 你只要记得一个东西,在输出之后 告诉他,是的颜色,风color等于RGB关键地方 那再来的话呢,多重也是一样,那如果我今天输出ABCD的话 其实输出用公式也是不行 因为这个没有塞,没有地方可以让你去变更不同颜色 那只能在哪里,只能在这里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ABCD 诶,这没有清掉 如果ABCD我要给不同颜色一样 在这个下方,A给一个颜色 B给一个颜色 C给一个颜色 D给 那D的话,我干脆也是红色好了 因为D一样不及格 那A的话 A要给什么 A给绿色好了 假设吧,延续 A给绿色 A给绿色 然后B要给什么 B干脆给蓝色 因为我们用原始 这个 255这样子,有没有 这个是绿色 这个是蓝色 B的话RGB又不入 这是蓝色 那C的话呢 C给什么颜色 因为都用 给黄色好了 黄色再别注意哦 黄色怎么调呢 把那个红色加绿色 红配绿 就是黄色 OK,所以你们 如果人家还有水彩 你水彩把红色跟绿色挤一点 把它调在一起 就变黄色 OK,好 那我们把它输出给各位看 这个地方输出 有没有 也就是最后啊 就是一样嘛 请各位把那个A变成绿色 B变成蓝色 C,哇,C看不太出啊 这个看起来有点 眼睛有点不太舒服 可以换颜色,没关系 这个颜色其实你可以自己去调啦 没关系哦 然后D的话就红色 OK,大概是这样子 那其实也非常简单啦 主要就是用这个储存格的 phone color 帮我变更一下 OK 应该可以看 看懂我的意思啦 好,那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啊 最后啊 你们作业最后就做这样啊 就是清楚嘛 然后这个是 不过它会有个地方 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它会记录颜色啊 好,先不用管没关系 这个啊 然后这个A,B,C,D OK 好的,画面呢 还给各位好 试一下 那一样 我有在那个云端上面 在POLO上面有开啊 或者你们将来交作业的话 记得就交到云端上 然后再给我一个 你们的那个 云端的连结就好了 以后干脆你们都放在同一个云端的连结 这样我以后就可以到你们云端里面去看 那以后你们交交作业 就交一个云端的连结 给我就可以了 也就不用每次都要传到POLO上面 这样也可以节省空间 你就是把那个你们的云端的连结 直接就放在POLO上面就可以了 但是你们你们那个作业 作业部分哦 你要调列清楚哦 或者前面加一个日期 每次我 那我要到你云端上找 每次我要看哦 终于找到了 OK 啊这样也有个好处啦 就是说我上去一看 我就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练习 而且上传上面哦 上传到云端 他会有个日期记录 也就是你日期 当然你越早上传 表示说你越早做完 B OK 那你不要说最后都拖到同一天 什么上传的东西全部都同一天 那当然表示你是后来才补交的哦 那当然这样其实不是OK的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